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有关欧元区的情况 欧洲央行宣布购买500亿欧元政府债券 很多人并不看好这一举动 请问您怎么看待 目前欧元区最大的问题就是通胀率 央行行长德拉吉将非常有可能利用这次的机会来推动经济刺激政策 根据最新的数据显示 欧元区的通胀率为负值 12月欧元区能源价格下降6.3% 这对欧元区的经济长期发展是有好处的 特别是对于工业恢复以及消费者的支出 我们在不久之后会看到欧洲央行出台更多的刺激政策 此外欧洲物价的下降对于刺激消费来说也是利好的因素 只要欧元区的经济能够恢复足够的流动性 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欧元区明年的前景的 在一份法律文件被公布之后 关于希腊退出欧盟的讨论就越来越多了 很多人认为这一次将有所不同 认为这将会发生 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是的 目前的希腊问题不单单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 这一次正是由于政治因素的介入 才使得情况有些不同了 希腊方面希望能够削减债务 而欧元区方面并没有要让步的意思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将会要迎来一个 复杂的政治谈判 美国的非农就业数据刚刚被公布 这次增加了25.2万个工作岗位 这要好于预期水平 失业率也下降了5.6% 但是工资水平并不是很理想 那么关于这些 您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 美国经济在去年的复苏表现是非常强劲的 也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而与此同时 美国的失业率也是直线下降 目前达到了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 12月美国的就业参与率为62.7% 于此前9月的38年最低点持平 虽然12月的就业数据 与11月相比要相对的少一些 但是很大一部分的原因 是由于受到了假期的影响 而去年一年 全美工资水平上涨了1.7% 事实上这是一个非常低的数据 正是因为工资水平的不理想 以及物价等各种因素的影响 这就使得人们又重新开始 关注美联储的动向 关注美联储何时将要加息 美元最近的表现一直都是保持强势的 但是在这期的数据出台以后 似乎有更多更倾向于空投的方向 那么您怎么看待未来美元的走势呢 关于美元 我们要考虑的是 如果工资水平有所上涨的话 然后再结合日元 因为宽松存在着贬值的趋势 欧元当然也是如此 所以对于长期的趋势而言 我个人觉得 美元还是会走向多头的趋势 安德鲁 感谢你的参与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我们下周见 再次见证明 再次见证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